一台造型时尚配置齐全 灵活好开的小车 是年轻人带步通勤的首选 短小惊悍的车身尺寸 能够有助于我们灵活 自由地游走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而今天我们的主角 凯一十月 或许就是那台能够随时 陪我们开启一条Citywalk的精致小车 封闭式的车头造型 配合两侧LED的头灯组 视觉效果出色 而LED光源的运用 也能够有效地去提升它的照明效果 在整台车的设计上 车头以及车尾是形成了呼应的 后尾的设计 不仅能够让外观更具动感 与此同时 也能够为我们提供额外的下压力 从而去提升整台车的操控性能 与其他微型车所不同的在于 凯一十月是基于全新的乘用车平台 所进行开发的 因此在整车造型以及比例上 更符合消费者审美 比如说长车头短前后弦的设计 不仅能够让整车的视觉效果 变得更为协调 与此同时也能够很好的 去保证车内的乘坐空间 智能化表现是当下年轻消费者 去衡量一台车内饰座舱部分的重点之一 凯一十月全系是标配了6.7寸的夜景仪表 加10.25寸的中控屏 内置了多项实用功能 并且它还支持百度的CarLife无线互联 360度全景影像让这台本就紧凑的小车 盲区变得更少了 博车过程也更加简单 更何况 十月本就能完美的停放在微型车车位 博车相当便利 此外用户还可以通过手机APP 提前去打开车内的空调 无惧寒冬 无库鼠 用车体验会更加的便利 尽管十月是一台微型车 但在车身尺寸上凯一十月 相较于它的竞品车型 尺寸会更大一些 轴距也更长 因此内部的空间表现会更宽裕 在空间的利用率上 也能够让人感到惊喜 短途乘坐时 2160毫米的轴距表现 能够容纳四名成年人 后备箱还能再放下 两个20寸的行李箱 同时车内还提供了 17处的储物空间 零碎的物品可以随心去放置 将二排座椅完全放倒之后 容积可以扩充至430升 实用性也能够得到保证 在动力系统方面 凯一十月是提供了两种动力 以及续航版本 均采用的是前置前驱的单减机布局 201公里续航版本的车型 其最大功率为35千瓦 峰值扭矩为87牛米 301公里的续航版本车型 它的最大功率是40千瓦 最大的扭矩是110牛米 因此在动力方面 十月所能带来的体验 用轻松二字就足以形容了 十月提供了前麦佛逊后扭力量的悬挂形式 在经过那种颠簸路面的时候 它并不会带来那种松滑或者是生硬的感觉 165 65 R15的轮胎 以及更宽的车身造型 有助于在高速行驶以及过弯时 带来更加稳定的车身姿态 十月在续航方面的表现 足以应对咱们日常代步通勤的场景了 更何况长续航版本车型 它还提供了快充 从30%充电至80% 仅需要半个小时的时间 在保证了更低的用车成本的同时 它还做到了足够贬利 一台精致的通勤力器 一定要具备以下几点要素 尺寸紧凑 空间宽余 配置丰富 好开 灵动 当这些优势都集中出现在这台凯一 十月上 我们能够确定的是 它的确是台称值的精品代步车